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帮助原本就打出汗打了 李凯威推进到了得分位置 这个变化球硬被他碰出去 结果打到是在右半边二壘方向 前往游击浦卫这边来寻求封杀 好 这个变化球进来之后 结果被他扫到左半边 最后打在杜嘉明的手套上面 音声声飞越了蜿蜒 这个变化球又遭到了 掌上的狙击出手 不过有机会可以形成出局数 但是蛮深远的 而上郭炎文现在是要伤到三壘 没有问题 看起来应该是让打者打不好 打成了杯球 最后打到的是在陈文杰的管区 所以最终是由江泉尽管丢掉一分 但是他有效的控管十分 魏蟲在手局打出了三只安打 拿下一分 关上场比赛有出现之内 安打 讲到安打中线安打再出现 个人连五场比赛出现安打 这也是一只雷露 single 这棒打在了右半边 来看有没有机会后把 但是右外野手第一时间已经向后跑 掌握住之后接杀出局 如果江泉尽今天后续投球能够有效的 控在这些近雷角度的话 对魏蟲来讲 这边就会比较难攻击 这颗球让打者灰空遭到三振 第一局的时候他率先上场 就打出了安打 机械出棒 打在了走外野方向 王伯鸿过去在边线前 接杀了这个球 但也帮助他们的先发投手 江辰彦呢 是被打出一只安打之后 让对手留下的残垒 双棒一分招 六上六下 里面还有两次的赌三振 张昭远这一棒打在了右半边 张扎 只要看了一下之后往右退 然后接杀了这个球 接下来的双场比赛也是打第八棒 我们先回到场上来看这个球 又打到了右外野方向 张昭远这一次几乎是定在原地 没有动 接下来这个球出局 刚刚有志明老师认为他有出棒 那这一球 没看到 最后林家宫遭到了三振了 所以艾伯勒不但九上九下 而且局局都有夺三振 第二棒的刘基红 打在了左外野方向 王邦几乎散步到定位 把这个球给接杀 很喜欢用内角直球来去跟打者对决 这个变化球 跟到最后进来 打到了中外野方向 但是被重刑接杀 如此就有吸引力之下他还能不照进 所以面对极节要拱冠 还是比较会担心说投得太好 然后遭到他拘尺 现在让极节要拱冠上壘 面对江山奖上也有选过两次外球保送 推到了二壘方向 全被离戒球之后 全完往一壘找到王波玄 然后刺杀了蒋绍红出局 所以最终尽管没有三上三下 但是还是在投出保送之后 成功地抓到最后名的打者 双方依旧是一分场 算是被扛下场的 讲着讲着陈贝林遭到了三阵 穿杰这一棒 有没有机会破掉对手十连斩呢 打在了中右之间蛮深远的 炸链啦 还是会维持非常好的手感 对 穿杰不但打住了在这场比赛台纲的第一只安打 也是艾普勒在这场比赛台被打的第一只安打 当然刚刚那一只SOCIAL也是 成文杰本季第四轰 是 哦 波红大王 打得相当强劲的这一几 硬生撑被二壘一手拦下来 你还会再传一壘 哇 145公里在高的位置 魔鹰两度被艾普勒给三阵 不过在这个半局靠着成文杰本季的第四轰 打在了中右之间 最后是一发杨春炮 帮助双方在比赛上面取得到原点 嗯 成文杰整个完全有掌握到 那加上成文杰本身就有很好的爆发力 碰到在右半边 结果nice没有play 这样又加扑下去了 但是还是没办法把这个球上演精彩的美技 现在蕾窗跑者已经绕过二壘 来到三壘了 打出一支三壘强打 Lead of triple是杜家明 天差地元 是 打赛的左半边 接球之后再甩往一壘 nice play 哇 球数完全领先之下 三针出现 然后出局数也抓到 一直没有办法抓到打者的情况之下 整个投球节奏就比较容易被破坏到 对 他会觉得九攻不下 结果真的打出了安打 贯穿游行方向向强劲的一支安打 最后还是两出局 只有由季庆然成功的为球队送回了超前分 所以就像球评讲的 最后真的缠斗久了 变成打者比较有力了 到二壘 最后被阻杀在二壘之前 季庆然虽然遭到阻杀 但是他打出安打 为球队打下了超前分 现在反而是由台刚 连两局得分2比1领先 现在他有一季躲三阵 就是在打击区上面的林孝城 孝城打到了在右外野方向 季庆然稍微绕了一下 掌握了这个球 一出局 江城现在连抓了五个人 这一球在左达时候的 可能稍微偏低偏外侧 总是是四块球 这球的确是有好球的空间 不过这就 当然就是看主审裁判当下的认定 不过就江城业来讲 这球已经投得非常到位了 对 中线打穿了 在保送之后 刘青雄再补上一支安打 个人第二支安打 所以现在也帮助 卫生队攻占得分位置 这球打在了中锁之间 结果落在了空档 形成安打 而且球一路滚到拳打墙边 而以上的跑者 回来没有什么问题 现在就连夜双跑者 也回到了本类得分 所以郭延文老将价值 他今天担任第三棒 等于连世两支安打的串联 这一发长打一口气 又为卫生队要到领先的优势 三比二 刚把他20秒时间都用完了 是 挥棒落空 最后让骑警要拱贯了 也是打他 打得很有心得 这一会打者 三阵 是 江城业队长 少红 龙队在这个半途 已经打下两分 再度要回领先 追求打在了场内 推到的是在二垒方向 二手接球之后 稳稳地传往一垒 最终是让对手在 五下留下得点圈的财内 不过靠着保送 再加上刘七宏 以及郭延文最重要的 其内长打 帮助卫雄再要回领先 五局接触 他们取得三比二 因为大部分人真的几乎每天都要出门 没错 不管是怎么样的出门方式 是 打到的是在中外野方向 王伯龙最后扛出一只中线安打 看了60场的主场 我每次 我带60次连不上去 是 他都不一定能打到一次 但是不变的是 魔音这边 他还是挥空 哇 今天真的被艾普勒秀与的超惨的 吞了3K了 中线有没有机会穿 没穿 结果是一个 4-6-3的相当精彩的美技 来帮助艾普勒 王伯龙的安打呢 最后形成了空想 在这个半局结束之后 双棒还是一分差 双棒也还不上去 连4颗坏球 看了下一类之后 赖文庄再投 好球 三阵 李凯威直接站在原地被拉弓箭 多打一点分数 让林谦或是赢球显得更加扎实 打在左腕野方向 打进了烤肉席帐棚里面了 朗布防炸裂 劉齊宏今天厲害啦 就是一把兩本跑 而且再加上這支長打上去 他今天三安猛打了403英尺 而且這球應該是有搭配球隊的戰術 看起來應該會是不是一個打跑戰術 然後變成拳內打 總之是劉齊宏本季第七轟 是 跑者是有體驗起跑 所以劉齊宏變成是一定會出榜 不過這一球 這爸爸抱著孩子要小心 連續四顆壞球的保送 讓這局衛旋整個攻勢又在一起 大家在中路 然後爸爸一顆形 對 不管怎麼樣他們家族守護著這顆球 最後 最後打到右外野方向 積極要拱罐遭到了戒殺 不過這個半局靠著劉齊宏 打在了左半邊的兩分炮 再度幫球隊成功的擴大領先 現在來到5比2在西夏結束 我們看一下艾普洞今天的頭球 最後七局的頭球被打四支安打 包含一發全壘打 九系奪三陣 只丟掉兩分 是一場很棒的優質好投 是 然後現在又把 已經有23次中繼成功的瑞歐 給推上了火線了 所以在擴大底線之下 現在更加確保這樣的局面 有沒有nice play呢 最後角城快了一點點 這球立凱威處理上已經沒有話說了 整個接傳都是做得非常到位 不過最終 因為王伯璇是左打者啦 所以他的速度當然是快了一步 雙場比賽也是 在先把頭吃了七局之後 然後瑞歐上來了 成功的把局面給hold住 張教委到三陣 這個變速球投得非常到位 張教委今天領了2K 來一次兩位不同的投手 其實有點像那個Dyson 對對對那種設計 然後瑞歐上來 就有守備的機會 他先轉身封殺二壘 想避免讓對方有上 得分位者好機會 最主要還是北兵沒事啊 比較重要 打到了二壘方向 二壘手傳往一壘完成了刺殺 所以瑞歐上來還是成功的把局面給hold住 現在雙方依舊是三分的差距 瑞歐在完成任務之後 接下來當然就是陳冠偉 陳冠偉 現在防守率是1.31 每局被上累率低到只有0.81 那最重的時候他是連續11場比賽 就緣成功 然後連續五局沒有丟掉任何分數 好球嗎 真的是好球 只有拐進了好球 但三陣掉替不上陣黃炳陽 十二強的中豪隊的隊員 今天馬上打出好表現來回應葉總 這球最後打到左外野方向 陳冠偉姐打得非常高 在空洞填球時間也蠻久 但最後遭到接殺 偶爾會有一些劇場產生啊 不過還是能夠有盡無險的拿下比賽 拉到了中外野方向 最後遭到的接殺 郭天信上演了再見接殺 所以陳冠偉上來完成了三上三下 又是搭配瑞歐呢 兩個人先是Hold住 那另外一個 再來一個連續SV 守護住了艾普特的勝利 同時也為龍隊呢 在主場成功的拿下 本週第一場比賽的勝利 所以龍隊目前在主場 就是拿下四連勝 那天母球場他們拿下了六連勝 同時在這場比賽繼續打出拳打 連三場拳打這場比賽 5比2擊敗了台狼雄英